李女士的女儿在铜炉全纳儿童能力训练中心上托班 一年学费近三万块钱 李女士说1月26号她去接孩子 孩子一直在哭 因为我平时来的话她都是很开心的 然后那天来了以后呢她就是一直在哭 然后我就好奇我说干嘛妈妈来了还要哭呀 然后那个老师就支支吾吾的说 她自己摔倒了 我不是说一点点怎么样了 我就要责怪你啊什么的 我说我没有这样子 我拿餐镜子给她擦眼泪啊擦的口水啊什么的 然后我就看到嘴巴 我说我说这个牙齿是不是不对了 因为因为她那个时候已经有一点肿了 然后牙齿歪不是有流血吗 然后我就问老师 我说这个牙齿是不是磕歪了呀 她说没有没有没有 你们小葡萄的牙齿本来就是歪的 李女士说自己的孩子自己最清楚 孩子的牙齿以前不歪的 后来她带孩子去看了三家医院 就是已经已经松动了 然后是就是里面全部都是血块那种 就是肯定是发生意外 然后才会导致这样子的外力导致的 对要么就强行给她掰症 掰症以后就是她可能还会摇晃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我给她二次三害了 可能她这个牙齿就直接掉掉了 那我说我作为妈妈 我说我这种决定 我肯定是做不了的是不是 然后第二种方案就是 她让我给她检查一下那个牙根 她说要拍片 她说需要做全麻 李女士说女儿才两岁 她不愿意给女儿做全麻 最后医生建议她保守治疗 等女儿换牙的时候 看看情况会不会好一点 那么孩子在托育机构 到底有没有摔倒呢 李女士表示她查看了监控 画面显示 当时孩子跑到教室的窗帘后面 然后拉着窗帘从左走到右 期间有一个小男孩也跑到了窗帘后面 之后一位老师走到窗帘后 把小男孩叫了出来 接着把李女士的女儿抱了出来 按我的了解跟现场的就是查看的话 就是别的小朋友推到她了 她钻到那个案板上面把牙齿给磕掉了 李女士说她了解到窗帘背后 放了一块案板是装修材料 女儿应该是磕碰到案板后发出哭声 老师才发现了问题 我的想法就是赔一万块钱 然后学费退我 老师的前面部分就跟他的孩子在一起的 因为他家孩子呢 就本来就是两周岁多在口欲敏感期 他家孩子很会要人 所以老师是时刻盯着他家孩子 是一直跟这个孩子在一起的 出来之后 老师就给另外一个男孩子 就给另外一个女孩子拍照 那男孩子确实会跑 那这是孩子 他是人 他是会跑的 老师用手去勾他 叫他不要跑 然后紧接着 老师就当中十秒钟都不到 就听到后面有哭声 马上把孩子抱出来 抱出来之后 孩子就磕到那里 那你说孩子自愈怎么的 我说了 监控能说明一切 我老师没有在聊天 我老师也没有在玩手机 然后对还是错 大家自己会判断 我不想去争论什么 同炉全纳儿童能力培训中心的负责人 邱老师表示 李女士给记者看的监控 并不全面 事情发生前 老师一直跟着李女士的孩子 记者提出是否可以看一下完整监控 邱老师回复 暂时不愿意 采访时 李女士还提供了孩子之前的照片 说可以看出孩子以前的牙齿都是正常的 但邱老师认为 拍照时离得远 很难看出孩子牙齿以前的情况 另外 他们也陪着李女士跑了三家医院 支付了路费和医药费 如果孩子还需要看医生 他们也会陪同并支付相应的费用 去寒州看 在铜鲁看 公立医院看 私立医院看 我都陪着你去看 你为什么叫我给你了结了呢 我能花三万块钱在你这里读书 我要来坑你那一万块钱干嘛呢 我 邱老师说 李女士要求他们赔偿 并全额退还学费的事 他们没法接受 另外 他认为李女士的一些做法 给机构带来了不良影响 他已经闹过很多次了 来校区很多次了 已经 我可以把视频 我等一下发给我同事看一下 我让我同事给你手机看一下 他过来闹的照片 然后警察的说法 因为他这个事情没法沟通 他要去教育局 他要去公安局 他要去哪个 他全部已经走遍了 然后他就开始在 开始在朋友圈 在微信 在抖音 这样在扩散这样子呀 现在是我起诉他 因为他扩散一些不真实的事实 我当然要追究的了 他扩散一些什么样不真实的事实 他说孩子在我这边 孩子上学的时候 在我这边老是照顾不好 请老请假 那我请问一下 三个月你请假一次 算老请假吗 第二个 他说孩子在我这里 有钉子把他碰到了 我请问 你的牙齿都歪了 你钉子碰到了 你没有破相的吗 这两点我都要去告他的 就去做 对 真的说话要有证据的 证据他都有的 我们都有的 放心好了 你现在证据 证据给你工作人员了吧 我老是不用给他的 我老是给司法局就可以了 不用给他的 不是我们想看一下 我们给公安局了 我们给司法局了 我为什么要给你看呢 我都不知道他说出来的 那些话我什么时候说过了 他还要说我散播谣言 所以说我让你找你们平台 我让大众来给我评评你 我过分吗 李女士打算把问题反映给相关职能部门 优宝黄剑继续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